你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胖着的颜值 你看他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有人说嘛 有一种瞎系男友 去头客室 他是海人系男友 想使他的先窄肚 使他须掐头再去尾 但实话实说 他以前的颜色 配我 够用还带乖 以前呢也是招风一敌 就刚才起码照片那个岁月 女朋友不断 而且竟招姐姐 人走的是纯玉风 就好生惹人恋爱的那种感觉 但都是咋黄的呢 就都是让我婆婆给要走的嘛 就我婆婆老往人女生要钱 他一旦女朋友回去啊 人女生喝口奶 我婆婆管人要钱 人女生吃个皮子 我婆婆管人要钱 后来有一个差点成了 早上呢 那女生厌食症 外加强阔症 来了一顿擦地消毒 就是不吃饭 哎呦我婆婆好生喜爱 这个好证 这个人血我可以留下 将来还不会在短视频里说 等后来遇到我的时候呢 就颜值已经开始了 就力不从心了 我就发现他那头发的越来越少 我就有点担心 他说 没事 这肯定就是我发量的下限了 不会再掉了 因为啥呢 头发这玩意 他是基因遗传 你看我爸是头发那儿洗 但是没事 他不是我亲爸 我亲爸的照片我看过 那头发长得跟舅分合适 呲牙凉嘴的一张 放心 我随那个妈 我随那个妈 我就信了嘛 若干年后的一天 我婆婆突然都来 我们发张照片说 你亲爸消失这么多年 现在想重逢 发来了一张近张 我一看 瓦勒啊 巴巴就听出来 还不如他后爸呢 占量的老瓜子 啥也没有 占量 我说你最近要考课二 你都别看的 你看的你都打滑 你破路都不能骑车 古代看亲生父子 两滴血能分离后再相逢 你家看亲生父子 俩脑袋能折射出太阳脑袋 所以这一年 你发现他的颜值呢 仅仅绑定在他这头发上 所以你看婚礼的时候 我吃巨子 给他整的一人妆发 就那边微的25根头发 整整吹了40分钟 你说他这一桌小卷毛长的 就进了一卷又躺平 你说气人吗 为了婚礼 人俩越没剪头发 就为了吹出一种 氛围感那种感觉 是不是当时还挺有用的 直到那一秒 我们这不挨出个敬酒吗 我们有一桌朋友 就喝得过了 开心的 咔嚓一瓶香槟 直接喷在脑袋上 那个画面你能想象吗 褶礼后的脑袋 一被喷 天鹏元帅 闭马的 人家头发一爬下 整个人都变了 我们竟然第一圈酒的时候 别人说 你说惨人对象找的 年轻殆劲 等我们第二圈敬酒的时候 那还是刚才那人骂 都说外国人老得快 这怎么快呢 这怎么快呢 这怎么快呢